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 十多年前动物学老师跟我们说 你们将来要是去美洲 尤其是巴西和美国南部 千万别招惹当地的蜜蜂 因为你招惹的可不是普通生物 而是一场酝酿了半个多世纪的生物危机 三十米以外的割草鸡的声音 就能把这些蜜蜂击露 一旦被击露了 它们半分钟以内 就会铺天盖地的过来袭击你 理论上只需要被咬五百口 再强壮的人也救不回来 别想逃跑 它们能够最远追出一公里 也别想躲到水里 它们会耐心地等你出来 它们被叫做杀人疯 63年前因为一场实验室事故 它们被释放到了大自然当中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们的故事 时间回到1986年 迈阿密大学生物系的团队 来到中美洲的丛林 S君24岁 来自马来西亚 是野外团队的小领导 他一个人走在最前面 突然他发现一个山洞 不大不小 刚刚够一个人猫着腰钻进去 他就摸索着进了山洞 会有新型的蝙蝠吗 还是会有某种未知昆虫呢 好奇心驱使他不断往里面走 原来洞里面全是蜜蜂 他预感不妙 赶紧往洞外爬 但是一切已经完了 强光手电筒激入了洞中的杀人风 S君的同伴说 他们先是听到了S君的尖叫 赶紧追上去 看到S君从洞中爬出来 他头顶上是一大群蜜蜂 就像一片云一样 S君倒在地上 尖叫变成了声音声 声音在丛林当中回荡 两个同伴用夹克罩住头 冲上去抢救S君 同伴们也被蜜蜂咬得不轻 他们意识到 这是一种新型蜜蜂 无际正在通过风筝进入他们的身体 心率正在急速的下降 血压即将崩盘 呼吸越来越急促 如果达到致死量 免疫系统将在几分钟以内 被毒素击溃 然后机体组织开始分解 等待他们的死因将是肾衰竭 同伴们最终没能救出S君 救援人员赶到的时候 他们发现 S君每平方英寸的皮肤上 大约有45个风刺 S君死于肾衰竭 在10分钟以内 他至少被杀人风咬了8000口 当年的动物学老师 就是在野外实践的时候 给我们讲了这个故事 搞的那段时间 我们听到苍蝇的嗡嗡声 都能被吓个半死 现在全球约有15亿只杀人风 主要分布在美洲 调查这15亿只杀人风的来历 原来这是一个生物狂人的杰柱 时间回到S君预览30年以前 一艘来自巴西的邮轮 停靠在了南非的港口 一位生物学家兴冲冲的 来到约好的地方 他叫做沃里克克尔 巴西生物学家 当地的养蜂人 已经帮他准备好了 47只非洲蜜蜂的蜂后 他伸出手 刚碰了一下蜂巢 就被折了一口 他太满意了 这就是他要找的暴躁蜜蜂啊 美洲大陆原来没有蜜蜂 最开始欧洲人带来了欧洲蜜蜂 但是欧洲蜜蜂 并不能很好地适应美洲的气候 蜂蜜的产量一直不高 1950年代 巴西依靠农业发了大财 于是再把蜂蜜产量也搞上去 就成了国家级的项目 克尔研究以后发现 非洲和巴西的气候差不多 如果能将非洲蜜蜂带到巴西 让它们和巴西的欧洲蜜蜂杂交 也许就能出现一种 全新的巴西蜜蜂 这种蜜蜂适应性强 蜂蜜产量高 再加上巴西丰富的植物资源 没准几年以后 全世界都能吃上极品巴西蜂蜜 但是非洲蜜蜂也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适应性太强了 非洲大陆上有一种动物叫做蜜蜂 平头鸽 生死看淡 不服就干 在非洲大草原上 吃鳄鱼 玩蝎子 斗毒蛇 干狮子 咬豹子 这都是平头鸽的日常 但是平头鸽也有天地 那就是非洲蜜蜂 平头鸽叫蜜蜂 说的就是它特别喜欢掏蜂巢 吃蜂蜜 也吃里面的幼虫 所以非洲蜜蜂为了生存呢 就进化出超强的攻击性 它们能够在几分钟以内 击溃平头鸽的进攻 甚至能当场捕死平头鸽 除了蜜蜂 非洲蜜蜂还要对付 大象 狮子 等等这类顶级捕食者 它们就是这样进化出来的 那它们来到了菜鸟大陆 美洲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呢 故事回到科尔那边 我们继续看 科尔教授设计了一种隔离器 只允许体型较小的攻凤出入 个头胶大的蜂后和雄蜂呢 永远被关在里面除不来 蜂群中的攻凤是没有繁殖能力的 所以 科尔的如意算盘是一边囚禁蜂后 做各种杂交实验 一边用攻凤来研究蜂群的适应情况 结果1957年10月 实验室新来了一个临时工 这个临时工认为 蜂群上的那些小孔装置 严重的妨碍了整个蜂群的工作效率 这很不科学 于是 他随手就拔掉了蜂群上的隔离器 科尔教授得知消息的时候 已经有27只蜂后 带着他的王公大臣们逃出生田 他们飞向了野外 拥抱美洲 在菜鸟大陆上 他们完成了科尔教授的构想 和当地的欧洲蜜蜂杂交 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蜜蜂 欧洲蜜蜂一年只交配一次 但是非洲蜜蜂全年无休 一只蜂后每天可以产2000利卵 一年就是60万只 时间悄悄的流逝 一只变异的生物大军 也正在野外悄悄扩张 而人类似乎还不知道这一切 直到七年以后 他们出现在了巴西首都 这一天 科尔教授突然收到 李约市的求助 说是在李约街头出现了很多 发疯的蜜蜂 他们袭击海边的游客 甚至还在拥挤的街头 追赶人群 科尔教授赶到李约 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就是七年前从自己实验室逃跑的东西 他们已经变异了 变成了比非洲蜜蜂更加疯狂的变种 接着一个人被钉死 两个人被钉死 整个李约城陷入了恐慌 媒体开始称呼他们为杀人蜂 在媒体的追问下 科学家无赖地表示 除了驱赶 他们也没有办法 这种非洲化蜜蜂 在野外只会越来越多 变异越来越大 虽然科学家能保证 让他们从李约城里销身立即 但未来的情况一定会更糟 因为他们在人类看不见的野外悄悄传播 1975年的时候 巴西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 用一小块诱饵击录杀人蜂 34秒以内 风箱中的5万只杀人蜂全部出动 两分钟以内 诱饵就被叮咬了500次 500次 这是人类的致死量 同时巴西科学家还得出结论 杀人蜂正在野外 以每年250公里的速度迅速扩张 预计在2000年左右开始入侵美国 这已经不是巴西的生物危机 而是整个美洲的危机 但是这条消息 并没有引擎美国的足够重视 结果现实比预想的更加糟糕 杀人蜂提前10年入侵美国德州 当时有科学家呼吁 杀人蜂的总数已经达到了10亿只 请当局务必重视 但是在起初的6个月当中 杀人蜂就像有意避开人类的关注一样 选择了悄无声息的反应 直到1991年的春天 美国南方各地开始报道杀人蜂的袭击事件 周六下午的德州春光明媚 迪亚兹正在花园里修剪着自己的草坪 杀人蜂能感应到15米内的任何威胁 无论是动物人类 还是哪怕一点点怪异的声响 如果一个攻凶对这种威胁释放出了 逆极攻击的信息数 那么半分钟以内 整个蜂群就将全部出动 显然 这个时候迪亚兹还不知道 自己的花园里已经潜伏着一个杀人蜂的蜂巢 那天下午 迪亚兹什么都没有做 杀人蜂仅仅因为割草机的声音 就发出了逆极攻击的信息数 割草机的声音掩盖了蜜蜂袭击的嗡嗡声 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数百只杀人蜂一拥而上 幸好杀人蜂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割草机 迪亚兹也被家人及时送往了医院 总算捡回了一条命 与此同时了 杀人蜂也通过货轮从海上入侵佛罗里达 一个普通的早上 C女士正在喝咖啡 她的两只狗被绑在花园里 突然院子里的狗开始狂叫 C女士隔着玻璃看出去 发现成千上万的杀人蜂 正在疯狂袭击她的两只狗 通常蜜蜂对黑色并不敏感 如果你穿黑色的衣服 戴黑色的帽子 可以降低在野外被蜜蜂袭击的几率 但是C女士的两只黑狗 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 被杀人蜂袭击 大概五分钟以后 两只狗的叫声停止了 他们倒在地上 失去了生命的迹象 杀人蜂散去以后 科学家赶到现场 他们认为这场袭击意味着 杀人蜂在野外的变异已经失控 任何蜜蜂绝少会有主动攻击的行为 因为蜜蜂射出风针以后 很可能把尾巴卡在猎物的身上 这就意味着 它必须留下风针和自己的内脏 才能飞走 所以蜜蜂射出毒针 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牺牲自己 蜜蜂主动攻击只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他们认定眼前的这个家伙是捕食者 而C女士的两条黑狗 头上长着白毛 和非洲大陆上的平头鸽 一个模样 整个90年代 美国南部的居民都生活在杀人蜂的阴影当中 当你打开油桶 打开烧烤炉 搞不好就会和他们撞个阵凿 有可能哪天你正在看电视 喝着咖啡 他们就会从电源孔里飞出来 科学家们呼吁 虽然非洲化蜜蜂能够杀死人类 但是截止2006年 全球被非洲化蜜蜂咬死了人类 也不到1000人 政府开始鼓励民间资本开办灭蜂公司 另一方面 科学家也向当地的养蜂人 传授管理杀人蜂的秘籍 专家们认为 只要得到了有效的管理 防止杀人蜂在野外无序净化 就能很好的控制局面 比如波多尼格岛上面 1994年首次发现了杀人蜂 经过严格的管理 传代到2006年的时候 他们已经变得相当温和 但是适应力和蜂蜜产量 还依旧保持了非洲蜜蜂的特征 这不就是科尔教授当年的心愿吗 所以大家不用害怕 美国有能力管理杀人蜂 比如大卫马德 他就是一名杀人蜂猎人 他在前线已经工作了20年 接到求助电话以后 大卫会赶到现场 先用一种信息术 把蜂群控制起来 让他们全部回到蜂巢当中 安静的吃蜜 然后全副武装迅速出手 将蜂后雄蜂和蜂巢一网打尽 在养蜂场当中 如果蜂箱中发现了杀人蜂的雄蜂 工人们会毫不犹豫的消灭这只雄蜂 防止它和已经被驯化的蜂群交配 只需要一些简单的专业操作 人类就能让杀人蜂与自己保持安全的距离 但是事情真的就这么结束了吗 似乎还有两个案例 让人感到不安 2005年1月 亚利桑那州的巨人驻国家公园 霍维正在按照公园里的线路 进行11公里跑 突然有一个人朝霍维这边跑了过来 边跑边尖叫 喊着让霍维救救他 霍维脱下衣服跑过去驱赶他头顶的蜜蜂 但很快霍维也成了蜜蜂袭击的目标 霍维说他原来一直不理解一万只蜜蜂是什么概念 那天他感到蜜蜂像一块石头一样砸向自己 霍维也开始逃跑 越跑越吃力 每跑一步都感觉像在登山一样困难 幸好那天野外救援直升机迅速赶到 一针肾上腺术让霍维重回人间 另外一位被袭击者就没有霍维这么幸运了 他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月 留下了终身的心脏病 后来研究人员证实 袭击霍维的正式隐藏在野外的杀人风 看来人类可以管理城市 但是无法管理整个野外 杀人风还在野外悄悄地进化着 2001年美国东北部的康州 也报道了一起杀人风袭击的时间 这天一个养风人正像往常一样 打理着自己的风箱 就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风箱里的蜜蜂突然袭击了他 他预感不妙 达身对他气之喊 赶紧回到房间里赶紧 结果这句话就成了他的遗言 妻子在房间里哭着报警 眼睁睁地看着丈夫倒在外面的草地上 本来科学家认为 杀人风不可能入侵康州 因为这里的冬天对于非洲蜜蜂来说太冷了 但是事后DNA研究表明 这些蜜蜂变异了 它们并不是非洲化的杀人风 而是一个新品种 像欧洲蜜蜂一样耐寒 而且非常具有攻击性 也许这个事件正在提醒人类 未来超级杀人风将是什么样子 好了杀人风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还好有太平洋 杀人风目前无法跨过大洋 不清中国 但谁又知道了 大自然还隐藏着什么样的可怕力量呢 有一个生物预言说 如果蜜蜂一夜之间消失 人类活不过四年 看来大自然只需要在小小的蜜蜂身上动动手脚 人类就将经历一场风暴 最后夫人说 下期要不要聊聊亚洲大黄蜂 吃肉的那种 据说今年刚刚入侵美国 五增就是人类的自死量 我们下期见了